前不久,一位美国南卡罗莱纳州的警官,威廉金布罗,在巡逻时,拦下了一辆超速行驶的汽车。 车上乘客告诉威廉,他们正在把一名十二天大的婴儿送往医院。 因为这个名叫瑞丽的小婴儿,在喝了一瓶奶之后,突然停止了呼吸。 情况危急,威廉警官听了之后认为应该立马采取急救行动。 经过婴儿母亲同意后,威廉接过这个比手掌大不了多少的孩子,开始做人工呼吸。 威廉时不时地检查婴儿的脉搏,并且开始在孩子的心脏处,实施外部按压。 一边按压一边嘴里说住来吧。 宝贝,快睁开眼睛,快哭出来。 当威廉开始用手指按摩瑞丽的嘴唇时,十二天大的瑞丽,发出了微热的哭声。 威廉对瑞丽母亲说,只要她能像刚才这样哭,就说明她已经恢复了呼吸。 威廉一直在给孩子做助心肺复苏,直到五分钟后急救人员赶到。 将孩子交出去时,威廉还在安慰婴儿母亲。 刚才我确实没有感受到她的心跳。 但是现在可以放心了,她的心脏跳得很正常。 警长办公室发言人卡丽德瑞顿称,瑞丽目前已经康复出院。 而坚持不懈拯救婴儿的威廉警官,被警长杜安刘易斯授予救生奖章。